经济不景气 连带着弱势族群的生活也越来越辛苦 不过好在社会上处处有温情 来自汉邦国际慈善基金会 在董事长曾黄丽敏女士的带领之下 一行人带着异箱箱的爱心物资 前进平溪区公所 针对区内低收入户送上保暖的毛毯 生活不极品 还有象征新年的红包 我们觉得这个毅力是最重要的 而且我小时候也是受人家帮忙长大的 到了我自己有能力的时候 做这个就应该的了 我没有第二想法 我觉得做了就是 除了为低收入户的家庭送上温暖 按照网例 曾妈妈对于警察 消防 清洁队 这些单位也是送上郁寒的保暖袜 并为他们辛苦在外风吹雨淋加油打气 董事长曾妈妈就说 虽然自己现在年事已高 但只要还能走 这些公益活动就会持续不间断 我觉得我现在是做的 都是跟时间赛逃 或许我可以多做几年 做多久都没有关系 那对我们的那个警政 还有我们的消防人员 也都很大的一个关心跟支持 包括提供一些基本的物资 还有一些那个救难为生的一些 装备训练的器材 这有赛妈妈 长年长期在地方上帮忙我们 让我们也倍感温暖 尤其是在这个寒冬睡末的时候 那这一次真的还要 很感谢这妈妈 对地方上的关心跟照顾 平溪区区长表示 感谢汉邦国际慈善基金会一行人 特别是曾妈妈 每年都到偏乡地区来送物资 并亲切慰问各单位 真的很感谢曾妈妈多年来 对于偏乡地区的关怀与照顾 介绍威 平溪采访报导